大家好我是Chris 上集我們說到 究竟實際上有多少器材要準備呢? 去片 講到準備呢 我就由有什麼器材開始講起 首先就是板 然後就是fin 接著就是法 之後有mast boom extension joint 坐浮衣和坐航帶 以上這九樣都是我們不可或決的裝備 那我們裝備就齊了 到底要怎樣準備呢? 那我們就由砌板開始 我們首先會打開一張板 之後我們就要把G-mask插入mast pocket G-mask的作用呢 其實就是用來把板撐直 我們每次開板的時候 都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東西要注意 就是每次當你打開一張板的時候 一定要把Mast pocket那邊向封 然後打開一張板的時候 最好就是順風把那張板打開 如果不是一有大風的時候 就很容易把那張板吹起 然後就造成危險 我們插完之後 就要把Extension插進去 這Extension的作用就是 用來控制支範要撐幾痕 大風的時候就撐痕一點 小風的時候就放鬆一點 我們插完Extension之後 就要綁繩 然後拉一張板 我現在拉的繩子 就叫Down Hall 這條繩子是連著Extension 我們就會分開兩次去拉這條 第一次先拉80% 之後呢 我們會先套Boom進去那張板 那Boom有什麼用呢 之前都看到Mast 就是負責打直的撐起那張板 其實Boom就是負責把那張板打橫拉直 就等一張板可以成形 然後就可以吃到風了 那我現在拉的那條叫Out Hall 那這條繩子就是負責把那張板拉橫 那搞定了Out Hall之後呢 因為我這張板其實是一張有CAMPER的板 那我要先進去CAMPER 那究竟CAMPER是什麼呢 我們就之後再說 那現在終於到砌板的最後一步了 就是要拉最後一次Down Hall 那現在就可以看到拉完之後就基本上成形 然後呢 然後呢 收起一些省味呢 就大功告成了 搞定 可以開始砌板了 那首先呢 我們就會把Joint扭在板上 那Joint有什麼用呢 其實就是用來連接塊板和那張板的 那Joint其實很重要的 全靠Joint才有滑浪風範這個發明的 那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放條片下去了 條片的作用呢 就可以穩定塊板和穩定它的航向 如果我們不放條片下去的話呢 它就會在海裡不停360度轉 就算了 現在我們上螺絲之後 發板就搞定了 那下水之前呢 我們就會先穿坐浮衣和坐寒帶 其實有時候我們都會視乎不同的場地 以及以外保險的受保範圍 而選擇不穿坐浮衣下水的 例如我們自己玩 或者去本地的比賽 為了提升表現呢 而選擇不穿的 不過我們都是強烈的建議大家 穿坐浮衣下水啦 因為始終坐浮衣 都是對我們人身安全的一份保障來的 還有所有的政府場地 以及各大機構 下水之前呢 都是要穿坐浮衣 才可以去下水的 如果大家有看上集 都知道 我現在穿的坐浮衣帶 其實是可以有效地減輕一張帆的重量 使我們可以拿一張大帆 是不費吹灰之力的 除此之外 坐浮衣帶還可以幫我們在大風的時候 變得來去自如 以及走得更快的 來到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只需要把一張帆和快板 連在一起 就可以下水的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個頻道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頻道 不要忘記按讚和訂閱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